我們現在在這個新的轉播桌上 藍桌上面有看到Debby Peters 那也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高額的這個錦標賽玩家 那Debby Peters我知道是在去年他一度也是GPIA的第一 那還有是來自這個中間是義大利的還是一個叫Jayson 然後三號位的是Sam Greenwood 那他的下家是他的兄弟Lucas Greenwood 那還有來自中國的Alton Town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Debby Peters Debby Peters的世界排名GPI 目前是世界第五名嗎 那最後還有另外一個玩家是來自西班牙的Search Idol Search Idol Search Idol是西班牙的前二 那我們應該還有一個叫 呃 等一下我想想他的名字 對 Search Idol是現在我們屏幕上面看到的這個 這個玩家穿灰色T恤 然後就是Alton 那印象中他是一位香港的玩家 啊 啊 那我剛剛看他是 那個五星星 他顯示的國籍是中國 國籍是中國 當然香港也是中國的 這也沒有毛病 只是港澳台大家的旗都不一樣嘛 對 中國的旗都不一樣 那我們桌上 那個Steven Chuik 也在我們現在的轉播桌上 他也是我們現在的世界第一 好我們在UTG 那Sam Greenwood 用K8草花在槍口位去做加注 那Lucas Greenwood 在大盲位跟住 兩兄弟 感覺好像雙胞胎的打牌 那看來這個兄弟好像也並沒有 讓的意思 用六九雜花就在大盲位護盲 那現在發了個K98 Sam Greenwood 擊中了兩隊 高低兩隊 那Lucas Greenwood 在這個時候擊中了中隊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持續下注的話 正常來講 Lucas可能需要在這個時候跟住 跟住一個FLOB的CB 那看他揍起眉頭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的兄弟怎麼這麼打我 好吧 跟住一發看看 其實也沒差嘛 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 哈哈哈哈 對 那我們在早前的比賽 我們看到大家喜歡的毒王 也已經被淘汰了 毒王是這場被淘汰的嗎 對 轉排一張草花溝 那這張草花溝出來 Sam Greenwood在這個時候 還是可以做Double Barrel的 那他的牌力也是支持 然後對手在這個時候 跟住會跟住很多東西 我們剛剛看到 他用對手會用很多9 很多擊中 很多座 在這個時候都會跟住 哪怕是一個卡順 那這邊應該9一隊整 丟掉了吧 對 那轉排這個勾 幫助了小部分順子的座牌 親兄弟明算帳 好 各位 有幾個事 關於你的電腦 如果不放在旁邊 請放在旁邊 如果不在手裡 或在手裡 如果不在手裡 請不要放在這裡 或在這裡 轉到旁邊 因為電腦 所以你們知道 如果不放在旁邊 你會忘記 我會記住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另外一個 之前的一個精彩的剪輯的時候 我們看到毒王是被淘汰了 當然 我抱歉 我還不能非常確切的知道 他今天是 現在正在打的一場比賽呢 還是說 他是撥的早前的 那個短牌的比賽 那像在這樣的比賽當中的話 像有一些 來自港澳台的玩家 他們都會在上面顯示的是 港澳台的區 特區的區區 所以大家不要糾結這種問題 我們只談風月 不聊政治 如果在牌桌上面這些玩家的肢體語言 我覺得 我們的 David Peters 也是 跟 Justin Bonomo 和 Chitwick一樣 也是 你沒有辦法 在牌桌上面 通過肢體語言 能夠判斷牌力的 而且 David Peters 是從來不用這些道具的 什麼眼鏡啊 圍巾啊 帽子啊 通通都不需要 BONOMO好像也沒有用 對 BONOMO也沒有用 然後 Steve O'Dryer也沒有用 他會拿一個芒果 那就像 很早以前 我們看到 Johnny Chan 他非常出名的 就是 他在打比賽的時候 會拿一個橙子 所以就會有 他的 說是 他的橙子是他的 Lucky Orange 那 這次看到了 Charge Idol 是西班牙的一個 高額的一個 大神 那我們知道 其實在西班牙的話呢 我特別喜歡西班牙的球隊 尤其是巴塞羅那 巴塞羅那 其實在巴塞羅那球隊中 也有蠻多球員 喜歡打德州普克 是嗎 那我們在這次的 WSOP的 那這次 WSOP的這個參賽 這個 視頻和一些拍照當中的話呢 我也看到了 像這個 皮克 巴塞羅那的主力中後衛 和西班牙國家隊的主力中後衛 也去參加今年的 WSOP的比賽 這可能是 Hawaii的Poland 你知道嗎 我會覺得 Hawaii的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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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am Greenwood 在第二波腾用勾巴雜花 選擇加注入池 那Alvado Alvado 在這個時候 叫什麼 Alvado 好了 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登上到了 另外一張我們早前直播的那張桌子 Bluetable 所以我們現在剛好在塞在兩桌12名玩家嗎?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屏幕顯示是有16位玩家 所以應該是有三張桌子 還有一張沒有直播 所以總共有三張桌子 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是 Greenwood繼續進攻 用他的K10雜花在Culloff加注 那Search Idol在這個時候用90銅花平根 那90銅花在這個時候 我看他一開始的想法是有點想3bet的意思 那這是一個10的踢腳 我們看看Idle會怎麼處理 換他要付點錢 哥哥要幫弟弟討回來 還是弟弟幫哥哥討回來 那前衛的兩位玩家都同時過牌的時候 Greenwood在這個時候並沒有用他的頂隊在這個時候下注 好轉牌就BBB了 那我在這裡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下注會更好一些 那當然他過牌有他的過牌的理由 考慮 其實也是就是 如果以平衡的角度來講 他也是說在這個時候 他會用頂隊在翻牌的後衛過牌 那對手可能在將來他開牌看到他這樣的一個過程以後 那麼對手也可能很難在將來用一些不好的牌 對他的後衛過牌 對因為他的後衛過牌也會有一個頂隊大踢腳 那現在忙住還小的時候 其實像這些Action的話呢 都沒有太多對或者錯 大家都在試圖在比賽的早期去為他的對手 建立自己的這個形象 那Greenwood選擇跟注 因為他畢竟他slow play他的 對他的頂隊 那對手在一張勾的時候 對手下注 那對手也會有一些不一定是有勾 對 那我覺得這邊會繼續的攻擊吧 那Idle在轉牌掉一張勾的時候 在小蠻味打出來的時候 他並沒有拿他的90紅心 直接氣掉 第二大隊只在轉牌做跟注 那像這些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在看牌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多想想為什麼 那在將來我們自己在打比賽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去學習 那Alvarado在盒牌用他的頂隊第三大踢腳 在盒牌做了一個一萬的價值下注 在一萬四千八的底勢下注了一萬 那這是一個很重的下注 那在這個時候 他可能會認為他自己面對於 那個Sam Greenwood在轉牌的跟注範圍裡面 他自己領先大部分範圍 那Sam Greenwood在轉牌還會拿一些Ace High 那他這個轉牌的下注和合牌的下注的話 他還是可以價值到某一些東西的 對 但是那麼大的價值下注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他範圍裡面有很多的bluff 對 那他這個時候他落後的手牌又不太多 對 那他這個時候合牌把自己的頂隊 用一個相對接近於極化的一種下注方式 讓一些比他更小的這些成牌來支付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下注 那直播間有網友說 打德州普克比賽真的是個體力活 沒錯 德州普克比賽 你沒有體力 會讓你在後面可能會犯很多的錯誤 對 那錦標賽你需要長時間的在牌座上面去比賽 那像WSOP的是兩小時生忙 一天要打五個級別 整個在牌座上面的時間就需要十個小時 是的 對 那這是一個非常需要體力 不只打牌需要這個體力活 我覺得當主播也是個體力活 我們今天還會繼續 像昨天一樣 我們繼續直播十二個小時 今天 我們是兩點半開始 那今天晚上的兩點半才會結束 不過好像有可能會提早嗎 會提早嗎 有可能會提早 不一定 可能就到這一個 看今天這場好像是從幾點開始的 下午應該是三點多吧 三點多四點的樣子 OK 那Lukas Greenwood在槍口會用A6方片掐住 那Search Idol在小盲位繼續用他的七八童花去防守 那在深籌碼階段 因為每個人起始籌碼是五萬 那現在的大家的這個 還有大幾百個BB 對 還有得打 對 應該大幾十個BB不好意思 有了 我們的那個 Devi Peter還有一個200BB 那 那在發六圈八的牌面的話 Search Idol和Greenwood都是選擇過牌 那Idle繼續過牌的時候 Greenwood也沒有用他第三大隊子下注 哇 中了中了 那合牌一張Ace的話 Idle在這個時候如果過牌的話 是應該會過牌棄牌 因為這張Ace確實是擊中了 在槍口A的加注範圍 而且Greenwood在翻牌也好 轉牌也好 他用後衛過牌其實在自己在代表很多高張的範圍 沒有擊中 那這張Ace擊中了他的範圍的時候 他會選擇下注 那這個時候他的Ace下注的話 肯定是4Value了 他是希望說對手也許 對手也許在這個時候 那個在合牌會跟住一些圈的弱踢腳 或者是跟住一些在合牌擊中的另外一個Ace 對 那所以他在合牌的這個Ace出現以後 他的下注是接近一個底持 那Idle我認為在這個時候他不會選擇跟住了 因為這時候對手可以價值的牌組太多了 那我們看到有網友給我們送了一大堆竹子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就是你們送的這些禮物我們是收不到的 但是你們送禮物的時候會給我們很大的力量 那剛剛有人問說黃色的那個是多少籌碼 那黃色那個好像是一個時間牌 因為這場比賽是有限制思考時間的 對 黃色的方的這個那個快快呢 是每個人都會有拿到五個方形的快快 那這個方形的快快呢 每一個呢就是當你需要增加思考時間的時候 那麼你就可以把這個黃快扔出來 每一個代表是30秒是嗎 那現在這種方式的話呢也是被大範圍的應用在很多的高額的賽事 就這樣的話呢也增加了觀眾的觀賞性 當一個牌手在一個需要思考很長時間的時候 那你一直在等著他思考也是一個挺煎熬的過程 對而且有時候像這種bubble time的時候有些人會故意拖時間 那其實也蠻煩的 那我們中間有一個有一個網友說 這是他第一次看德州 從昨天然後再看到看視頻到今天一直沒停 那非常感謝 那我們這個非常榮幸的擁有你的第一次 忠實 忠實粉絲 不錯不錯 謝謝你 那我們另外的網友問說 五十萬的不是打完了嗎 對 今天的五十萬買入的叫Triton Hold'em 也就是短牌的比賽 那這個五十萬買入的短牌比賽已經結束了 Ivan Liu 是拿到了這個短牌比賽的冠軍 第二名是曹瑞 第三名是Jason Kuhn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比賽呢 是五十萬買入的Sex Max Texas Hold'em 就是六人桌的德州普克常規德州普克的比賽 那今天是比賽的第一 大家比較熟悉的規則 對 那我們 我跟大亨姐說這樣的比賽的話呢 可能就可以更得心應手一些 就要更靠譜一點 對 那我們在解說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 不會跟大家在裡頭太多的閒聊 因為我們也很希望 我們自己能夠沉浸在這個比賽過程當中 能夠向這些大神學習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 這個技術策略 那同時的話呢 我們也盡我們的所能 向大家去解釋 這些大神他們在行為後面他的一個思路 好 好 那 一定一定會看到轉牌甚至會看到合牌 好 那我們其實看到很多的這些頂尖的牌手啊 他們一旦進尺以後他們會在尺裡面待很長時間 就是如果尤其是有擊中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在第一發就會把這個底池拱手相讓 好 正想說 蠻好中的 因為加兩個人的牌比起來的話 其實我都要是2-overcut 帶Fresh 馬上再轉牌就中了 比張8 對 那這個轉牌的話呢 也讓Fish2013在轉牌 形成了一個 帶 第三大隊子 對 帶隊4 桌後門的銅花聽牌 我覺得他會檢查 那這時候 我覺得是檢查 是可以刷還是蠻好的 因為這個 30-3 都要是 Limper code 所以他有可能有一些ace 所以在這張 調出來的時候 他不太有辦法 又被抄回來 那這個時候又被反抄了 那 Fish2013 這時候 擊中了 兩隊 應該會打個一半 那這個時候 Fish2013 如果在 在前位 现在是在后位 那Steve O'Dryer在合牌 选择过牌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需要去支付合牌的 一个合理的价值下注 那他是Bed Flop Check Turn 那Check River 在这个时候他的牌力是偏弱的 那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的 Fish 2013的价值注的话呢 可能不那么好 把自己的这个价值下注 推得太大 因为在时候 O'Dryer的话呢 其实范围里面 其实没有很多的Ace 那这个时候 他是个抓鸡的牌力的时候 你要让他的牌力 能够足够的跟住 哇 那这个时候 Fish 2013在合牌 做了一个Overback 那就是直接把整个范围 做得一个非常的急化 我觉得他是想要 让对手的Ace支付啦 所以他这边 故意打一个很大的Overback 因为毕竟对手 缺口的Flop 那对手在小忙 Leapcode的Preflop Race 所以其实对手 其实会有一些Ace的Range 在这边 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 是的 所以他现在是想要 Value对手的一张Ace 那O'Dryer 现在只有一张 Bah 应该是跟不太下来 那现在的锦标赛也好 我们的常规桌也好 其实技术发展的话 也很快 那我们从在最近的这一年多 我们已经在可以看到 很多的比赛会使用 Overback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手段 Overback的意思就是 就是超持下注 那超持下注的话呢 其实你是把自己的范围变得很两极化 那可能就是代表自己有些东西 那这时候O'Dryer 在这时候用一个第三大队子去支付了 那这时候Overback的这个价值就体现了 就是把你的范围变得很两极化的时候 对手就会拿一些有收当价值的牌 在核牌尝试去抓鸡 看来我大概有头也是很铁啊 对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这个价值 这个跟注会有一点鲁莽 那在这个时候 我可能不会选择用第三大队子 在这个时候去跟注 尽管我知道Fish2013完全有能力 在核牌用一些 破墙的某些听牌 在核牌去下降的一个 Overback的Bluff 还有差不多 但是 DavidPeters有一个 塔派 Amen 我们看 David Peters DavidPeters 用一个顶对后卫过牌 好,我們的Debby Peter,我印象中我有跟他在 前年ACOP的主賽是10萬港幣 在Bubble Time的時候,我在Barton Open 他3B all-in,我大概30個大碼 Bubble Time,我是A10 被他Cover,我是有效籌碼在30個大碼 他很多,大概6-70個大碼以上 其實在這場中,A10應該是要跟 在Bubble Time的時候,ISM實際上完全碾壓你 A10的範圍沒辦法動 可是我知道他會推很多 那時候有點想要跟 這個時候,這樣的範圍跟住 但是這樣的範圍跟住就是個錯誤 因為你氣牌就會賺錢 畢竟ITM也是大概20萬港幣 0跟沒有差滿多的 所以那些優秀的錦標賽選手的話呢 他們非常清楚在這個時候 他自己對手可以跟住的範圍 那我們其實當時在做推演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時候對方推你all-in 他哪怕亮出牌來,他落後你,你都不能跟 對啊 就是推完以後亮牌給你看 你拿A10,他落後你 但是你還是不能跟 對 你一跟就錯了 一跟就錯了 因為還有很多短碼 因為你跟這個一出局 就GG了 那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在泡泡期間的打法其實滿有學問 是的 那這些是完全是基於數學角度上面的一個 策略上面的壓制 那還沒有從前面我們成為任何能不能跟住 一直都再放到 你看看 最有能力的 比較有一個 小貓 David Peter 我這邊這邊有可能可以來個3 Bay 用跟的也是可以啦 我覺得有沒有3 Bay不錯 可以食童花 哇 IDOL 有 打牌 Search Idol在這個時候拿到了Queen Queen 而且在大盲的這個位置很好 9500吧 來個9500吧 在這個時候他可以完全把他的範圍變成一個擠壓的一個範圍 確實他在這個時候擠壓的嫌疑會很重 所有人都知道 這時候Race到1萬 1萬蠻大 1萬就是12.5個大 那其實這時候Race到1萬的話會有點偏大 那有點偏大的原因是可能對手就是說在 儘管你有擠壓的範圍但是你這個Race太大了 還可以啦 1萬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是在越沒位置嘛 現在每位置都習慣加4倍 所以現在多一個人跟就加5倍嘛 那我們看看David Peters David Peters並沒有準備放棄 他利用位置想跟Search Idol 哪個限度 那這樣的一個排面對Ido來講的話呢是有點不好 但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是一個翻牌前三倍的底持 那他在他在這樣的一個底持下面我認為他的下注可能也不會很大 其实也不那么需要很大 就是说他们说 那别人买花怎么办 对啊 买花就让人买嘛 对啊 人家想买你还阻止得了吗 这个游戏就是要让人家买啊 对 那这个时候他下注了8000 他会缩住 那这样的下注的话呢 其实也会保护自己 在后面还有更多的空间 让自己不要非常快的去套词 那我们可能有一些 初级的玩家就会在这里 满破满破的打 就生怕别人买死自己 但是别人满破满破的call的时候 那call两番你就量了已经 对 好那我们现在切到另外一桌 我们看到James 那James成的话呢 感觉是重买了 好像重码是回到50000了 对 用他的ASK加注 那Paul4 A5同花在大忙为护忙 那这个这两个范围其实都是很靠谱啊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像A5 这种KICKER虽然没有A6 A7的KICKER大 但是A5因为他还会有一个下端顺子的一个连章的可能 那可能在这样的牌 可能会在翻牌后会比A6 A7会更有更好的表现力 这这James应该是要加回去了 哇我们看到Paul4不是在这个时候做跟注 而是在这个时候做三bet 那James的话呢 他本身他是个松手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对方可能会用更宽的范围对他做挤压 比如说用A5 那James在这个时候肯定会是非常激进的再给他打回去 15500 打一个15500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那Paul4在这个时候 我不认为他会用A5继续 那A5在这个时候做三bet的 大猫卫三bet低了button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去跟注一个四bet 而且自己没有位置就会有点麻烦 是 还是他该不会想要五bet的all-in吧 好 盖牌 这有时候盖牌 非常合理 好 我们看到Sam Greenwood在枪口位 用拿到了Pocket Jack 一对钩 加注到两千 那A10在Culloff 那A10在Culloff的话呢 是可不可以跟住呢 可以跟也可以不去 那可以跟的原因是 这是一张六人桌 短桌 实际上是桌上是五人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短桌上面的话呢 玩家的入时范围也都会偏宽 那Greenwood的Pocket Jack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他的顶端范围了 哇 这个是发了一张 发了一个AA4 Vorado击中了顶Chip 那这一手牌的话 我觉得Greenwood可能需要出一点血了 那因为发了一个Chip的牌面的话呢 对手击中三条的概率 其实并没有很高 那他的顶对钩的话 这个对钩在这个时候的话 还是蛮有价值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牌面的话呢 我们看到枪口味过牌以后 Alvarado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两千的下注 在一个六千底是下注两千 那这个时候Greenwood肯定是要跟注一发 那如果正常的范围来看的话呢 其实Greenwood在这个时候 并没有落后很多 那在转牌一张方片五 Greenwood继续过牌 那这个时候Alvarado 肯定要继续对Greenwood做价值下注 那他应该很清楚 Greenwood在flop过牌跟注的时候 手上会有 他的范围里面会有很多的对子 当然Greenwood也会有一些超强牌的组合 比方说ASK 那在这个时候慢打在这样的翻牌面慢打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转牌 那转牌 Alvarado在这个转牌直接打了一个满池 那这个满池的话呢 就把自己的范围变得极化了 那这个时候Greenwood没有继续跟注 那我个人的话呢 不会在这个时候会打满池 那我可能还会去做一个试探性的下注 那你这时候满池的话 你可能会把自己的牌力会打得会有点偏大 就是说这个时候继续一个半池左右的下注 让Greenwood的勾勾去继续跟注 那我们看到David Peters在这个时候有190个大芒 Alvarado的话呢也有162个大芒 那Lucas Greenwood的话呢是桌上 好 那个我们回到牌桌 我们看到Steven Chetwick在 Hijack用他的70黑桃 选择在这时候加注 1800 Fish2013是口袋6 那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个跟注 那也许我们会有些网友说 这个时候口袋6这么小 我是不是三倍玩以后 会把对手的其他的高张打掉 然后我可以收下这个底取 那在这种高额的桌子上面的话呢是很少会这样去做的 那因为一个是守队6并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大 虽然是你是个队子 因为翻牌面很容易发出来大牌 而且你在这时候没位置在做一个三倍加注的时候 对方可以用很多高张有很多翻牌前加注的组合可以去平根进去看翻牌 那你在进去翻牌后如果没有击中set的时候 你把底子造得很大的话很容易被别人被别人在后面的这个两三条阶会把你偷掉 那Steven Chikwik在这样的排面 339去做一个持续性下注 打了一个3500 那这个3500的话呢可能会有点跟他的正常的C-bet的size有点偏大 那他偏大的原因很简单 他其实希望就在这样的一个翻牌面直接拿下底持 那Fish2013肯定会在拿66在这样的一个牌面 这是一个对他最好的牌面 那过牌跟注以后转牌一个方片8 形成了两端的顺子听牌Steven Chikwik 那这个时候Steven Chikwik肯定会在转牌做一个Double Barrel吧 那这个牌面是很适合Double Barrel的 因为他的范围里面代表了很多的队子 也有一些高张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抽花 那现在有两门花抽的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可以合理的代表一个大队子继续去做下注 OK 那Chikwik并没有这样做 他选择在后卫过牌去要一张免费牌 那如果说他后卫过牌以后 合牌一张Queen 在Fish2013在合牌 如果过牌的话 Chikwik是可以去做一个合牌的Bluff 那他的牌的话呢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几乎是没有收当价值了 那Fish2013在合牌做一个下注 那这个是一个Blocking Bad 那这个Blocking Bad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那在这个时候 这个Blocking Bad的话呢 它代表了他自己有一些击中 那很多人会想说这个是明显的Blocking Bad 那我就合牌就Race 那你的合牌Race以后 你在代表什么呢 你在这个时候最合理代表的范围就是A圈 你在打翻牌 转牌过牌 合牌又发一个圈 对吧 那除了A圈以后就是石钩的顺子 是可以在翻牌C Bad 转牌后卫过牌买Free Car 所以你能代表的合牌的加注的范围会变得特别的窄 对特别的窄 所以搞不好因为你这个 他搞不好是已经算准要跟爆你 所以故意打野很小让你加 是的 让他获得更多的筹 是的 那现在这种打法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非常常见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Block的时候 我们时刻要很清楚 就是我们在最后加注的时候 我们代表的牌组是什么 那我们代表的牌组有多少 如果代表的牌组太少 那么对方可能就会call down很多 如果你能够代表很多的范围 那么对手就会放弃很多牌力给你 不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 然后对方就会这么认为 因为你和对方始终还是互相都有代表自己的这个范围 从翻牌前到翻牌到合牌 对 逻辑要很清楚 对你的逻辑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刚刚下去溜达了一下 然后看一下现在第三张桌子上面有谁 就发现Phil Ivy也上桌了 Phil Ivy在我们另外一张桌子 然后还有看到Nexoman 他也在另外一张桌子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是有三张桌子 那直播桌有两桌会互相换 那我们的乌拉拉不肥 说我觉得一帮朋友一起玩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 确实德州扑克是一个特别适合朋友家人一起玩的 打麻将只能四个人 对打麻将只能四个人 那德州扑克呢两个人到十个人都可以玩 都可以 那我们自己家庭的话呢 也是经常会有这种家庭局 那我们上次家里在一起聚餐的时候 吃完饭的时候 我们家孩子也就说 那个我们来玩个家庭局吧 他自己张罗 那他自己发败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家庭 我弟弟妹妹经常会一起吃饭 然后我外甥他也是会发牌 所以我外甥在过程里面有帮我们发牌 我妹妹有时候也会顶一下 我们是全家族德州扑克 希望我以后也要创建一个像陈哥这样的家族 那我们家孩子现在呢是两个 一个是小学六年级 一个是小学 一个是初中二年级 那像我家现在是十八个月 哈哈哈哈 但是你这个十八月的宝宝太忙了 对 十八个月的宝宝已经跟着爸爸满世界飞了 下一站就是西班牙了 然后你准备带下去哦 对 来我们现在看到这版蛮有意思的哦 那Jobs Chan拿个K8 那Jobs Chan他是一个非常投铁的玩家 他跟我讲过他跟了很多 HIGH CAR抓过BROF 这次没有跟 好 我们现在换到另外一张直播的桌子 那你看到我们一个Badjo买顺没中 那Greenwood ASX River中了一个Full House 哇 现在是在River两万的底池 他overbay到四万 overbay到四万 然后对方是ASX 哇 他直接喊一个MerryChristmas 打四万对方all in五万八 这九还只能开盘 哇哦 OK GG 多输一万啊 我觉得如果这overbay打个三万就够了 其实都不太需要哦 他可能想要把对手打盖 因为 那他其实想打盖一个ACE 嗯 对 一个ACE可能不一定会盖 想打盖K吧 那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Bluft的时机是蛮有问题的 对 蛮有问题 对上Open Racer 嗯 可惜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真的中了S 如果对方真的只有譬如说是个S Jack S Queen的话 其实也蛮头痛的 因为忙住的确是蛮有三条的可能性 好 现在 镜头 带到我刚刚去下面溜达 看到桌子 George Wanda 也在桌上 好 刚刚的角度没看到他 那桌上还有Phil Ivey 今天没有戴帽子 但是他一贯的都是把他的耳机 嗯 嗯 他好像对他这个耳机情有独钟耶 我几乎最近这一两年我看到他都是戴着这个同一个耳机 而且 那Steven Chikwick是掉到下面的牌桌 那 Sam Greenwood在这个时候 他就收下了一个巨大的底石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真的是 掉了个大馅饼 那我们有 有朋友问说 解说是不是 掌毛 我应该初中的时候开始掌毛了吧 那还是说是长毛呢 那长毛 好像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好我们现在看到 88对到Asus 这一把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边甚至直接O-in 我觉得都可以耶 因为这个88选择一个Slow Play 只有跟一个盲柱 然后被遇到一个大忙的Squeeze 那 那 我觉得这边88对小盲 算是一个蛮强的牌 因为对方有可能有很多的 2overcut 可能有Ace Queen Ace King 的一个3bet 所以我觉得这边88 这边88 O-in的话 我觉得虽然是很多 可是是4bet O-in大概是50个大忙 好像是有一点点多 可是 好像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是 如果他可能后面只剩下 40个大忙的话 我觉得可以O-in 这个好像稍微多了一点 我们看到Averado 他刚刚Bluff完那手牌以后 他现在还有8万的筹码 那可能刚才确实是马多任性 真的是马多任性 那在这样的一个flop check check的话 那Averado有可能会收下底持 那我看 他在转牌选择过牌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牌 6-6也不打 那 就是一个小底持 好 这个6-6也可能 希望自己可以收盾会赢 那Averado 在这个时候 他的range里面 会有一些 一些比方说 8 jack之类的这些牌型 会miss 哇 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张桌子 哇 这个有意思了 James 和Dominic Nischi 那在这个时候转牌 同时击中瞬子 但是这是一个在 这个攻对面 因为我刚刚有 在另外屏幕上看到这张桌子 有意思的是 这一把牌 FISH 2013 好像是ASUS 然后好像被打盖了 就现在两个人chop 就FISH 2013 的ASUS被打盖了 那我们有网友 滋滋的不倦的问解说是谁 那 你问我是不是 英雄联盟的解说 那我们显然 我们这个是个 德州扑克比赛 那德州扑克比赛 问我是不是 英雄联盟的解说 我应该怎么回答 你呢兄弟 嗯 那 我是 陈光诚 那我是 德州扑克 是个职业牌手 那我们的 我的搭档 大亨 也是来自台湾的职业牌手 对 那我也是 创办了一个 德州扑克爱好者社区 一个APP 现在只有IOS端 叫扑克宝 大家如果说 对扑克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扑克宝 在App Store搜索扑克宝 也欢迎来店里捧场打牌 这次 我们台湾 当然除了 台湾的扑克协会很多 俱乐部很多 这次就有 中国玩家来台湾 拿到一个 比赛冠军 那是个小比赛 我跟他确认过 小比赛冠军 台湾比赛都不大 那因为拿冠军的那个 那个 那个玩家呢 是我公司的合伙人 Joy OK 那我们回到排面 那Alton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两端顺子听牌 Open Ending 那这个牌 要是在短牌德州里面 那爆强 超好重 那感觉Lucas Greenwood 在这个时候 就要被淘汰了 可以站起来 把耳机拆一拆 OK OK Lucas 在转牌 继续用他的顶对 下注 那我觉得 那这个顶对的下注 是一个下 蛮重的 在一个一万一 下注了八千 那我蛮喜欢他这个下注的 在这个时候 但是可能可以略少一点 而在七千会比八千好一些 但是没差 这个时候一千而已 那Alton 在这个时候也是很头铁 真的 如果是我应该去盖掉吧 因为我们不会再没位置 有一个 秀到May 6的牌去跟 对 哇 果然 Lucas Greenwood 要凉了 眼睛真大 松头顺子 原来在长洲 长牌德州步克里面 也一样 非常强 上面那一句 我是开玩笑的 在转牌 这样子是一个 这个动作是有点 但是没关系 买到就好 大部分都买不到 对 因为 其实在转牌 八个奥斯是一个 长牌德州步克里面 是不那么容易买到的 而且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需要考虑就是 你买到以后 你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打到对手的后手 那 在你买到的时候 对手 愿不愿意把后手全给你呢 这个 大多时候 你可能能够要一些吧 那如果说 我是Alton的时候 在转牌 如果强行跟下去 买到的以后 我在River可能会 直接跳出来 离 对 因为这张牌 让对手 蛮多的 不太强的成牌 都不会再 合牌继续价值 嗯嗯 其次 如何 Lewis 給我們一個大大的知識 大家認同我們的解說 那就是我跟大亨 我們倆應該說最榮耀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話 我們也是偶爾會客串一些解說 這一次是全職過來做這整個比賽的中文解說 我們其實也是壓力頗大的 以前都是可能去比賽然後客串個一兩場 對 就是如果說客串一兩場的話 被罵就罵了嘛 我就當看不見好了 那因為在這裡的話 如果我們真的解說得不好的話 可能會被罵十天 那可能會有點難受 每天都被罵 Devi Peter 目前世界排名第五 波塞東說 那下載著撲克堡的安卓版 那我們撲克堡的原來在安卓的話呢 會在蒲公英這個應用市場上面有可以下載 但是最近的話呢 我們就沒有繼續對安卓做更新了 因為我們的數據顯示 但是我們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用戶全都是iOS 那請大家理解一下我們這種創業團隊 這個還是要省點錢的 講到iOS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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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出iPhone9了 9月初 那我們的朋友 還是有很多孜孜不倦 在問我台灣到底是不是中國的 為什麼你要問這麼愚蠢的問題呢 當然嘛 台灣當然是中國的 但是人家台灣人還是台灣人啊 對啊 這有什麼衝突嗎 OK 末談國事不聊政治 我們繼續談我們的風月 聊聊我們的牌 我們有兩個人 我們有一個人的 我們有一個人的 或者是人家 我們有一個人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人的 我們有一個人的 就像說我會告訴大家 我是深圳人 那你會問我 深圳是不是中國的嗎 到底是誰智商有問題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